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杨杨真豁出去了,现身看秀把打底都给脱掉了,就一个外套不冷吗?杨杨最近也是一直都在拍戏,但是一直都没有暴剧出现。 和之前的巅峰时期也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,因为杨杨之前作为一个总裁专业户。很多玛丽苏的剧情也是意外的很受很多年轻粉丝的喜爱,但是现在她也终于想要脱油了。不过由现在倒是很多小生都很会,很拿手。 在很多的网剧里面也都是有着很多不错的表现的,但是脱油确实是需要水平的。也不是说一些高水平的作品就真的还能够用油腻的这一套演戏。 这样简直就是在暴残天物,不过这样的事情杨杨也不是没做过。之前杨杨也是拿到过很多不错的资源,但是却都没能够好好的证明自己的实力。 之前那部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的电影更是被吐槽到怀疑人生。最近的杨杨也是真的好久不见地出现在了《巴黎看秀》的路上。 板寸头的清爽也是扑面而来的感觉。其实只要身材再现,穿西装就最能够显身材。在机场的时候杨杨也算是穿得比较低调了。 一身黑色的印花卫衣,配上毛泥外套还有丝绒质地的长裤配上短靴。 感觉现在很多的男明星穿西装越来越喜欢配上短靴了,是不是显得比较贵气点。 不过现在的杨杨换了发型之后,其实气质上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。 也完全是OK的。 不过感觉身材还有脸部的状态,确实也是比起以前好看多了。 就是现在的流量还有热度,没有以前巅峰时期的时候那么逆天。 李毅峰也是一样,都是寻求转型的偶像。 转型其实也很难,不过对于杨杨来说,不过是找回以前而已。 以前杨杨很多早期的作品都是很有含金量的。 但是杨杨却慢慢地走上了总裁之路。 现在顶多也算是反扑归真吧。 也期待之后杨杨更多的作品还有好成绩吧。 毕竟实力认证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得到的。